孙主席 我先声明一点啊 这个暂时挪用这个维修水区款 给大家伙发过年的钱 是我在这个村委会上提议的 但是我说的时候呢 大家都同意了 对 是 当时都同意的 真的 而且领钱的时候啊 要皆大欢喜 你不能现在出了问题 全部赖在我一个人身上 这不合适 是 所以咱们现在不谈 追究责任 咱们谈如何组织人 抢修水区 对对对 这个瓶颈小组来之前呢 把水区先修好 叔叔 您说 您怎么安排我怎么做 对 您怎么说 咱们就怎么做 这个事啊 我仔细想了一下 抢修水区呢 首先需要水泥砂石这些材料 这个钱呢 要不行 就由村里的食材花园先出 先垫付 但是这个人工 必须得是无偿的 那个 孙主 不好意思 我先接个电话 来 孙主任 张总啊 您找我 跟你说个事啊 对你们村的这个投资 方案我做出来了 是吗 太好了 那这回什么内容啊 还 还 还有盼盐吗 等你过来再说 不是 张总 我 我现在有点事 我可能过不去 你那儿有什么事啊 赶紧过来 不是 张总 我现在真的有事 我真过不去啊 把你的事放下 哪个重要啊 赶紧过来 非得让我派飞机接你去 我 那个 孙主任 不好意思啊 我现在有点急事 得马上去趟市里 什么事啊 这么急 贝里先生再走 他这事说完了你再去 姐 怎么比修水渠还要急啊 不是 我真有急事 那个维修水渠的事 你们先跟孙主任商量商量啊 我真的有事啊 我先走了 孙主任 对不住啊 靳 靳 靳 孙主任 孙主任 就是这个修水渠啊 这个材料费 其实花不了多少钱 您说是吧 但是这个人工 您说全部都是义务的 我怕这个 这积极性不高 就号召不起来啊 是 这个事呢 我也仔细想过了 首先啊 咱得把这事捋清楚 当初人家企业捐款 指明了就是维修水渠的 但是呢 简安把这笔钱 这笔专款给村民们分了 这就等于是村民们收了钱 没干事啊 所以现在呢 不管是补救还是别的什么 咱们义务出工是必须的 必须坚持 行 那我现在微信群里 把这个消息给他们发一发 先号召一下 嗯 然后将这些娘们 好好动员动员他们的男 是不是 那这样 我呢 再去找其他村委 这样呢今天晚上 咱们都挨家挨户地 去做做动员 行 然后明天起来呢 在这个广播里面 再通知一下 好吧 您放心吧 好好好 对不起啊 没事没事 您慢点走啊 李主任啊 你比我预计的 还是晚到了半个小时 我真的是放下手中最重要的事 我快马加鞭的飞奔过来头啊 跟你开玩笑 猜一下这是什么 这是 猜不出来 这是什么东西啊 来 来 我知道这个 吃鸡地图 不是 不是吗 你别说还真是有点像啊 不是 再猜 这不是我们村吗 对呀 这是我花重金聘请的欧洲顶级咨询公司 为你们孙女 规划的未来的蓝图 一个集 种植区 养殖区 农产品加工区 观光度假区 与一体的现代化大工庄 那还有这儿 你跟前的 海青村 这里景色非常优美 所以呢 我将在这里建一座 豪华的观光度假山庄 这边建一片高级的养老小镇 mä 我张总 怎么样 我之前还以为 你到我们村就是搞搞攀岩 爬爬山之类的 我没想到你的规划这么宏大呀 也都怪我这个目光短浅 其实我早就应该猜到 那张总之前到我们村 那就是 战略性的踩点 林罗人 其实我们张总啊 一直在下一盘大棋 怎么样 张总啊 这 这项目好是好 但是我这一琢磨呀 这相当于把我们村 现在的生产生活 全部推翻了 这别的倒没什么 我就怕我们村那些村民 包括村干部 包括孙光明 孙书记 他能同意吗 他们我不管 我就问你 你会不会发自内心的 全力地支持我这个计划 我肯定支持 但是我怕我 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太够 李主任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 厚实沟村的村主任 还有一个 就是 现代化大型农庄的总经顾 相当于一个 现代化大型企业的管理者 年薪近百万 你选择哪个 多少钱 一百万 李主任 我相信你的追求 绝不仅仅是 保住村主任的位置 对吧 怎么样 绝绝 绝绝 我 我有点懵啊 没事 懵是正常的 来 喝点酒放松一下 慢慢考虑 这几天呢 我还会带你去参观几个 已经成型的现代化大动作 用你的眼睛 我心 好好感受 放七 你 阿叔 这黑灯瞎伙的 大办业叫我们干嘛 没人跟来吧 没有没有 我们都看了 我问你们啊 孙书记是不是带着村伟 都去你们家家房了 都家房了 让明天尽量同时时间 去参加巧秀水渠呢 好 这样啊 你们现在就去通知咱村的 老赵家的美家美户 明天上午9点大外属集合 不是 集合 集合干啥事 定是谈事啊 谁谈事 爸说我 行了啊 现在有许通知 务必美家美户 能不能完成任务 能能能 能能 行到 行 各位村民请注意 各位村民请注意 从今天八天开始 本村将展开 引起维生顺序的工作 委居啊 是咱们全体村民 共赴的这么要求的设计 所以呢 跟美家美户的生产息息相关 我希望大家 能够自发 踊跃的义务出功 大家再说一遍啊 希望大家义务出功 我呢 首先在这儿报道 村委员和党员 带过参加 也希望给一位村民啊 能够尽最大努力 能够抽出时间去参加 让我们共同办法 村里这边 迫在美金的大块 我会带着各位村委 和党员干部 在水渠抢修现场等着大家 领导 这年头义务出功可怜了 你看 现在都几点了 也就我们俩人 我可跟你说好了 我不会休水区 我就是一个纯奶酱油的 你可别指望我 本来也没打算指望你 我可以给你加油 孙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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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主计在家的党员啊 你都来了 孙主 我们都来了 你别说 孙主 我们都过来了 桂兰 你们都来了 好好好 孙主 我带着咱们村这个 民宿业的成员 向你报到来了 快快快 来来来来 大家都来了 好好好 就咱们这个民宿的生意 如果一下耽误你们好几天 这损失可不小啊 谁叫我们都欠你的呢 孙主计 孙主计 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 那个怎么干 您说 我们听您的 好好好 李民叔 这修水区 我可完全是没经验 那这样 您懂 您安排 您指挥大家怎么干 行 挺好吧 孙主计 那个 大家先听我说啊 咱们今天啊 就是先分短情愚 能把这个愚情文辣 再查一下 看有没有落下的 然后啊 咱们就可以维修水区了 大伙都听明白了吗 好 好 开始干活 好 来来来来 干活 加油 加油 你们问为什么老赵家的人 不能参加抢秀水渠 道理很简单呀 因为这是李建安 投出来的窟窿 咱老赵家的人 凭什么免费帮他擦屁股啊 对不对 阿叔 孙主计带着大家抢秀水渠 咱们老赵家这么多人 一个都不去 不合适吧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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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谁说一个人不去了 李英不是去了吗 她是孙主计的铁粉 还有我媳妇 桂兰还是党员呢 有他俩代表咱老赵家 足够了 天堡 过来 这老赵家的人 除了李英 其他人一个都没俩 孙主计 孙主计 昨天晚上老赵家全体的孙女 得到秘密通知 今天早上九点在大会上集合一室 谁着急的 赵玉席 赵玉席 现在在老赵家有这么大的抗招力 好像也有二叔 不能 二叔毕竟一辈子装剑的 他不会再休息 就这事上跟我尝尝 他不会再休息 我估计还是日系 对 就是日系 你这样 你给我 你现在就去问问二叔 问问大学怎么回事 行行 那我现在去 不 好 就是再过两天 就是我们村 就要评选民营村了吗 只要评选小组一到我们村 首先要去看水区 如果说评选小组去水区 这么一看水区 该修的地方没有修 那就出了大事了 一定会追查的 那李建安就要承担所有的责任 那时候他的村主任 也就到此为止了 正好应该借此机会 把你们八叔给推上去 对不对 只要他一上任 那就带着大家伙一起去修水区 所以说 这个水区不是不修 应该选择合适的时间 巧妙地去修 我这么说大家都清楚了吧 对 对 二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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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没听明白 二叔来了 二叔来了 二叔哪个主意 二叔来了 二叔拿出意 二叔 您说说 二哥 来了 二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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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行 二叔 我插句嘴哈 咱们老赵家 自打扎根厚石沟村 蒙耕传世 数百娘 不是 放心吧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真是呀 你掺乎什么呀 真是 说得对 说得对 咱老赵家自从落地厚石沟村 农耕传世数百年了 既然咱们是种地的 从土里刨石 种地先保水 这是赵氏的祖学 阿弟啊 你连这条道理都搞不明白吧 我明白呀 我刚想说呢 让他抢先呢 我没说不去修 不是 那你着急大家在这儿说 不参加抢经水区 是啥意思啊 啥意思啊 我那是缓兵之计 先缓缓 缓不缓啊 前一季的水区 勉强能撑得住 到下一季的水区 要是真出了问题咋办呢 受损失的是谁啊 还不是打扰赵家的菜籠吗 说得几乔 缓又缓了 所有的人 全给不起工地 赵氏欺人们 你们不听二叔的吗 听二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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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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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你看 我的地都包给你了 我这多少年 都没干能活了 休水区的事 我这 我这别过去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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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不是说别的 你看我现在身子 我比较虚 手无腹肌实力 我这 我 你让以前我 我早就去了 你无事处逃 连不处理强 你最年轻姑娘的时候 可没说过你身子骨虚 还让我说啥 不用说了 不用说了 那 那 那 这样吧 那 那 那 我这过去 我过去瞅瞅 我给他们 增加一点精神实量 好吧 行了 二哥 我先走了 老婆 听话啊 二哥 你这不给我面子 我找不到感觉呀 八弟啊 八弟啊 当家人得有当家人的样子 不能瞎当家 你不说我在村里一言九鼎 你一言七鼎吗 啊 剩下的两鼎就是你要好好学 做事情要分得清 轻重了换机 明白吗 太难了 太难了 你咋还不去啊 我去哪儿啊 请修水局啊 二哥 我这腰子有点疼 腰疼 哥 你去的话 滚了 滚了 好了 好像好了 二哥 我去了啊 我去了 我去了 这边就是咱们的西红柿区 前面还有亚的西红柿苗 你看这是我们的产品 口感特别的好 我们这个现代农业园区 先前投入了一亿五千万 占地也有一千二百五十多亩 雇用的产业工人也有一百多人 目前我们每年的产值 应该在三个亿以上 余蓉 怎么样 这规模可以吧 说得心里话 张总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农业人 我跟你说 我规划的那个农业人 比这个规模要大三倍 如果交给你来管理 你能拿得下吗 交给我 那我得多学习学习才行 那信心总得有吧 有 肯定有 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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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老派我 我去派人家干活的 快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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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我来 孙主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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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不用 我来 这玩儿 来了这么多人 大伙一块干 我看了 十天抢修出来 大有希望 孙主 这你可不知道啊 能让老赵袁人来 我是费了一拨三折呀 我就再想一个问题 我作为一个十五年的村会计 我这个时候如果不站出来 我等待合适 对不对 孙主 孙主 金毛 你想得对 想得很对 所以啊 我跟他们说 孙主 孙主 已经身先士足 来去抢修税区了 你怎么着 你们还要一个个的 这组琢磨着要不要来吗 我冲他们大喊 走 跟冯燕帮我一起上 金毛 你辛苦了 你这真是力挽狂澜啊 我这不叫力挽狂澜 您才是最重要的 您首先做了一个表率作用 所以我觉得榜样的力挽 真的好厉害 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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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女子 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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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来了 月薛啊 你终于肯来了 凶水取我义不容辞 孙主 孙主 姐 我可是主动来的哈 是不是有人背后说我坏话呀 那我得拿铁键拍他呀 那行了啊 月薛 来了就好好干 好好干活啊 行 孙主 姐 您放心 由我盯着 保管大家干得 又快又好 老招架了 展示我们凝聚力的十个刀了 都干起来 来来 去去 来 来 一 二 三 起 姐 爷 快来 快来 快来快去 快去 快去 你们赶紧去干活啊 还可以 这么多活都干不完 你就快 快干活 别 repet 老小子 快点 快点 ここ 好 来 那个 抓紧啊 辛苦了 来 先干一个 辛苦 李主任 好好 好好 怎么样 李主任 这几个大萌庄逛下来以后 有什么新的 大开眼界 深受激发呀 张总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如果按照你这个规划 在我们村建这么一个 大农庄的话 那我们村啊 真的能实现跨越发展 过上和城里人 一样的好日子了 没错 但是呢 我有点担心啊 我怕村里的反对的声音太多 就像你之前说的 村民 村委 包括孙光明 他们有可能会阻碍我 施展我的手脚 我现在呢 只想知道 你 你下了多大的决心 张总 你放心 我一定全心全意地支持你 谁要是敢 阻止我们后市沟村的发展 我 我就这么说吧 我向您保证 我们村所有的人 一定会支持你这个大计划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而且 我告诉你啊 立不认 我之前答应过你的 我肯定会兑现 谢谢张总 来 我有一个小困难 要跟你说一下 种地先保水 这是咱老赵家的祖区 水乃生命之源 水养育了我们 水补育了我们 所以咱老赵家的 都得打你十二分的精力 谁都不用丢脸 老赵家的加油了 我盯着你们的啊 玉璇 别吓咋了 我这是给他们加油 打什么 什么 什么加油 这次义务抢游水渠 不分赵性和杂性 每一个村民都贡献了 一份自己的力量 你这样喊 容易破坏团结 对 我觉得孙叔叔 说得对 破坏团结 都上升到这高度了 没那么严重 就这么严重 你看看这个 大伙辛苦啊 这几天非常辛苦 咱们这次啊 义务抢修水渠 咱们不分 赵姓和杂姓 每个人都是自愿地 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大家伙集集续练都辛苦了 咱们也都 别把自己累着啊 好渴的 咱们这儿有饮水点啊 有免费的饮料给大家喝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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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师爷 谁赞助的水 你是不是也应该跟大家伙说说 对 你自己跟大伙说 不不不 我还是你说你说 你说话有分量 行行行 你说你说 我 我说了啊 大家伙听好了 都把锁头肉活放下 刘富贵要讲话了 大家听着啊 孙主进让我向大家传达一下 这次修水渠赞助的饮料 是由我刘富贵和富贵牌豆腐房 一起来赞助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大家只要累了的 一定要过来喝水 但是不想喝的 不要了 随便拿 不能浪费 好好好 大家大家干活吧 你们俩把东西放上去 帮大伙一块干点活行不行 我这嗓子刚才喊 喊太 太干干干 口干舌燥 我喝口水 润润嗓子 老爸去 不是 我去干活 我 我给他们发水去 好 我下去了 林达 林达 喝水 我喝吧你 喝吧 孙主杰 陈生叔 我这啊 刚才检查了一遍 今天啊 转能忘工 今天就能完工啊 好 那太好了 林达叔 我心里这块石头 也总算落地了 你就放心吧 来 来 孙主杰 我想待会儿能不能 召集大家在这儿照一张相 就是显示一下 咱们基层党组织的 团结 营举力 应该怎么样 好啊 林达叔 您的提议太好了 这次啊 咱们一五个抢修水局 冲在最前面的 的确都是咱们党员 咱应该拍个照 留个念 你这样 你来张罗 好 那个 我们也参加合影 你们不是党人 但是我们可以火先入党啊 是不是算是一样 那以后再说 好不好 那那那我先张罗人 别在这儿捣乱 海棠 海棠 老妈 老妈 咱指挥大家干活 来来来来 快 来来来 来来来 大家都站好 大家都站好 好 站紧一点 站紧一点 冯会计 稍微让开一点 来 来来来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二 三 二 我回来了 都完工了 这么快 来来来来 跟我们一块合个影 合个影我就算了算算 我都没参加这个抢修工作 来吧 都是咱们党员 一起合影留个念 过来过来过来 好过来 好过来 喝吧 李主任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是不是 这回来就都赶上摘桃子 来来 来 姐 快 来 学医 三 二 一 铁子 好 大家辛苦了 辛苦了 辛苦了 都辛苦了 医民叔 回去 回去好好休息 回去好好休息 大家啊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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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就好 孙主姐 那个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我作为这个村里的领导 没有参加这个抢修水区的工作 我向组织道歉 孙主姐 作为群众 我提个小小的建议啊 拖延水区维修这个事 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得在村委会会议上 专门追究主要当事人的责任 玉璇 你看咱们这个水区 已经抢修完成了 过去的事 就让他都暂时过去吧 那哪行啊 孙主姐 咱人民群众累死累活地 帮着补护了 主要造势者却自己开流闪人 就这种不负责不尽职的态度 我们人民群众都是看在眼里 恨在心里的 密歇 明星村评选小组马上到咱们村了 暂时 咱们所有人都不要在节外生枝了 好不好 孙主姐 既然群众对我有意见呢 那我必须要给你说法 这样 后天村委开会的时候 我一定给大家伙一个交代 这样啊 孙主姐 你们能不能别再 孙主姐 我家里还有点急事 我得先走了 好 明天你辛苦了 好 行行行 什么态度啊 你看这下班 孙主姐 你信吗 等开会的时候 他一定推卸责任 行了 玉璇 你也注意你的态度 我 来吧来吧 大家把东西都清理一下 你说明星村的牌子 孙主 他们村也该停上了吧 这样 是吧 跟你们说个事啊 我手头上 现在有一个大好机会 只要你们以后 继续支持我这个村主任 所有听我的 跟着我干 我一定会带着你们 马上致富 还有这么好的事 是啥机会 能让村里人马上就致富啊 听你这话的意思 您这又要给我们爸钱呢 咋 咋致富啊 他咋是现在不能告诉你 我两天 花柄终极 这是神秘兮兮的 到底啥事 说清楚 你只需要记住一点 你一定要站到我身边 你说你这血染城里 是得了上方宝剑呢 你还是修炼成金岗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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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顶着一个 那明星村的帽子 又能怎么样啊 顶多是这个面子上 风光风光 真不如啊 这个钱 拆到兜里 为了实惠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你还主着呢 反正我呢 就往往撂这儿啊 好好想想我说的话 哇 这是有病的吧 一定要记住 什么老闲这是 神神道道 季川 别做了 来来 再来点煮食就完了 你炒这个酱太绝了 拿葱站着 站着就就着就就 肥好吃 来 我给你表演一个 大饼 卷大葱 大饼 卷大葱 我听有人他们议论 说这次修水渠的时候 你全程都不在 就后来 回来跟大家合了个影 好像还有人挺有意见的 有意见就有意见的 走自己的路 让他们说去 不怕 您不是特在乎这个村主任吗 要是有人有意见 那以后工作就 你担心我呀 我知道 我担心也没啥用 再过两天 我大展宏图的时候就到了 你别看这些人 天天现在说我 等到那会儿啊 全都在听我的 喂 许帅 你去过那种最顶级的 爱仙师傅了 里边的最豪华的包间 吃过饭没 我想都不敢想 等有机会 我一定带你去一回 到那儿以后 你一尝你就知道 他们做的菜 真为你做的好吃 那还是别去了吧 你想吃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做 不行 去还是得去的啊 这个市面 要见一下 来 你吃碗牌子 来 来点玉米啊 经过上周一周的努力 我们动员全村 抢修好了水渠 这已经完全排除了隐患 接下来呢 咱们就看看 如何推进咱们村的 下一步工作 放心吧 孙叔叔 这回啊 应该没问题 我昨晚晚上啊 这只关于这个数字指标 我算了一晚上 我作为十五年来 存款以前村里的人格担保 全部打表 这家伙 这叫心想事成是吧 奶奶要是知道 就乐开花了 这太棒了 我理解大家这个高兴的心情啊 可是 当这个结果还没出来之前 咱们大家还是先克制一下啊 今天这个会呢 我还是想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咱们有机菜的这个 精细化发展 以及海青茶的推广 孙叔姐 我能不能先说两句话 你说 我想先向大家做一个检讨 我知道 前两天呢 抢修水局的时候 我没有参加 大家都对我有意见 本来嘛 这个年前挪用 企业捐赠的维修水区款 提前给大家发过年前 是我提议的 年后呢 因为各种原因 造成这个资金缺口 一直没补上 耽误了这个维修水区 我呢 要负这个主要责任 不是 这个 咱们不是都义务出工了吗 是吧 然后呢 那食材花园也垫付了材料费 就刘富贵 这么抠门一人 还给咱买饮料呢是吧 这窟窿补上了 已经都过去了 是啊 简 都过去了 是啊 简 过去吧 咱们往前看吧 孙叔姐 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啊 过两天啊 这个明星村的评选小组 就要来检查了 我怕到时候 一查出问题呢 我怕我们村这个明星村啊 这个称号可能就评不上了 好啊 挺好的 那 我 我没明白 您这个好是什么意思 李主任 你换个角度想想 如果你们村没凭上明星村 溢价能力就会降低 我们的投资成本也会降低 没有明星村的帽子 能帮张总省不少钱 懂了吗 这 这个倒露 对 来吧 不是不是 那个张总是这样的 这个明星村呢 是我们村的村民多少年的梦想 一旦因为我的工作 而导致没被评上 我可能会被追究责任 到时候我这个村主任的位置 可能也会做得不太稳 李主任 这事特别简单 明星村的明星主任 现代化大农庄的总裁 你觉得哪个更重要呢 李总 其实这两天呢 我一直在反思 我们该如何面对 明星村这个称号 说实话 这两年我们村子 为了这块牌子 为了能得到明星村 带给大家的这个 优惠政策 费时好力 在评选当中数字指标上 没少搭肿脸充胖子 说白了那就叫弄虚作假 什么叫弄虚作假呀 简 你扯远了 没扯远啊 本来我们在往年这个 明星村评选的时候 就存在造假现象 虽然一直没评上 对吧 什 什么叫造 造假 造什么假 这充其量 就是统计瑕疵嘛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要跟评选小组 给一个城市的交代 我烦着你这么干 简安 你是疯了吧你 你没说 你没说 我很清晰 先坐 先坐 简安啊 你说你以前 对评选明星村 是那么上心 这些大伙都看在眼里啊 这次在孙书记的带领下 咱们好不容易 修好上水渠 而且经过这半年多的努力 咱们村在数字和指标上 再也不用去硬撑的 你说你没有必要 去放这个马猴炮啊 你到底拖什么呀 足金足两的明星村啊 你这一坦白 咱不全都没了吗 要是评不上明星村 咱们村 该得到的这个政策和优惠 还有上级拨款 那就得不到 村民那边受了多大的损失啊 这些简安 你能赔吗 赔就赔呗 你赔大气吧你 也没说 也没说 老奖 老奖 孙书记 我就是想跟大家提前打个招呼啊 免得就是评选小组来的时候 大家觉得我是突然当了叛徒 你要这么干 你就是叛徒 你 怎么这 提 提前预告了就不是叛徒 孙书记 这个会我先退席了 孙书记 我 我出去一下啊 他这什么意思啊 这不明显这 拆抢修锤区全体村民的台吗 这不是否定了 大家的辛苦劳动吗 这完全是居心不良啊 季宝 你也不要先做这个主观推断 我呢回头会跟他单独好好聊聊 今天咱们就到这儿了 这事都过去了 你提他干啥呀 早知道吧 必须得对上级诚实啊 对吧 你少糊弄我 你就不怕大家伙 戳你脊梁骨 该来的 挡不住 这个责任呢 该担的还得担 对吧 孙儿 这就不再像你了 你跟我说戏里话 你心里当咋想的 咋不像我了 哥 那以前我小时候 你不经常跟我说 做人要诚实守信 做个好孩子 那是没错 可是你现在心里怎么写的 行了 别被我担心了 我呢现在手上有了个大好机会 我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再下一盘大气 屁 我看你起那势个屁 是是是 我说句心里话间啊 原来我站在你这边的 因为我觉得你都为大家伙想 为咱村好 现在我咋觉得 越来越看不懂你了呢 你嫂说也是我想跟你说的 我现在我也看不懂你了 你到现在怎么想的呀 哥 嫂子 你们放心 我现在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们村 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到时候你们就理解我了 我也回去了 这葡萄真甜 你也说葡萄很甜 他最近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吧 我开始 停 停 谁啊 谁啊 孙叔姐 方便吗 方便 方便 来 快 请您 你怎么来了 这不上次到你这儿来 弄了我一身面粉的 酒也没合成 对吧 我又拿了一瓶 咱俩得把它补上 你等着 我拿俩杯子啊 家里有 有啥菜吗 我不知道您来啊 那个 花生米行吗 行 下回来啊 今天给我打个电话 我好准备一遍 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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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 我来 咱俩 上次到你这儿来撒我一身面粉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那是玉玺割好的 然后专门打电话来让我亲身感受一下 孙叔姐 都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咱还记得呢 那我哪能忘啊 孙叔姐 我之前嘛 那 那回我 我脑子一热没考虑清楚 所以我就让您 其实我想让您看看这个 赵玉玺的这个做人 做事的水平 那你就给我打电话 弄我一身面粉 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